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的课程是九因卖点 在一个交易体系中 卖点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买点 那么今天的课程的话呢 我们来讲一讲九因卖点 郑重声明 股市有风险 若是虚谨慎 此课程内容仅用于量学云讲谈平台部分 仅限于付费学习学习 视频中所涉及的个股仅作为教学案例 不作为个股推荐 禁止实盘 未经书面授权 任何个人语平台 禁止录音录像 禁止在网络上发布分享 如有为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好 我们各位就各位开始今天的课程 今天的话呢 我们分两部分 首先第一 我们要分析一下 卖出个股的逻辑是什么 第二 我们用量学的九因真经 用案例来给大家解释 怎么样去找卖点 首先我们从卖出的逻辑 那么首先要理解的是 什么到底是卖点 那么我们一支个股卖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那么理解卖点 相信每个人都会说 卖点就是卖票 对于我们每个交易者 但凡开仓以后 只有一个任务 卖票 但是这个卖票的重要性 很多人的话会忽略 天天去选股买点 选股买点 但是卖的时候的话呢 往往卖得非常不好 有一句话说的是 会买的是徒弟 会卖的是师父 还有一句呢 会空仓的是祖师爷 为什么这么说呢 买票可以很从容 因为你钱在手上 你不买票的时候 你十万永远是十万 一百万永远是一百万 但是你一旦买了票 那么这支票 如果说你买错了下跌 跌个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你的十万会变成八万 那么我们从这个曲线上来看 如果说你在这里买的 OK 自然你会说 老师我会在这里卖 对不对 是的 或者换句话说 我在这里买的 我会在这里卖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 现在你的买点 这里你说 老师这个拐点 可不可以买 可以买 但是你那一天 没有买在期涨点 而是在 比如说这里涨了一天 第二天 你去追涨的 好 你在这里买的 你就在说 你看我在这里买 也能赚 对不对 我在这里买 应该也能赚钱 是不是这个想法 或者说 我在这里买的 我也能赚钱 对不对 好了 但是你在这里买 你真的能赚钱吗 如果你买了以后 第二天 快速往下打 跌个百分之二十三十 那么这个时候 你该怎么办 所以的话呢 卖票的重要性 远远大于买点 还有一些情况呢 是什么 我们在合适的地方买了以后 那么这里买错了 这里出来是控制风险 尽早卖出 避免大幅的下跌 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 买了以后 赚了钱 在高位 或者在某一个拐点 把票卖出 那么一个是止损 一个是止损 一个是止盈 一个是止盈 那么两者都是卖票 有一些同学 会有什么情况呢 明明在这里买了 然后呢 赚了钱 在这里他不走 不卖 反而去加仓 结果从这里 十万块 到这里 变成百分之二十十二万 这个时候 他还去加那个三十万 加完以后 百分比百分之二十 可能瞬间就变成百分之六 的一个盈利 那么一下回调个五六个点 他立马被套了 然后呢 就套在山顶上 可能还会是重仓 所以重仓的人 对于卖点的把握性 尤其要 三十 因为 你的仓位越重 对于你的 心理承受能力 会越大 你可能说 老师 我就买了 几百股 那可能还好 亏了也亏不了多少 或者说 你有十万块钱 你就买了两千块钱 你有十万块 你就买了两千块钱 可能你觉得会不痛不痒 但是我们不是用这个钱来衡量 我们做交易 是用百分比 你的盈利多少 你的亏损是多少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特别注意 卖出在一个最好的价位 那么在这里呢 再说多一句 我们所有同学的个股 如果说你在这里买了以后 那么上涨 只要你上涨是红盘的 注意 只要是红盘的 你的卖出 都不能低于你的成本卖 最差最差 你赚五个点 回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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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接近你成本 甚至只有一个点 0.5%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要分拼卖 把它全部卖掉 你可以不赚钱 但是不要亏损 不要亏损 我们讲过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说你是一个统帅 军队的统帅 那么你带一万人出去打战 打一次回来 九千 再打一次八千 再打一次七千 再打一次五千 你的人会越打越少 越打越少 至少来说 你一万人出去 你打完之后 你可能会再抓多几个俘虏 一万零一百 那么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把这一百俘虏先放了 你赶紧回来 那么你的本 你的实力还在 这就是我们在交易中 也涉及到的一个 止盈和止损的问题 我们后面继续讲 所以的话呢 那么在这里我们用了较多的时间讲一下 买卖点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做一个分析 那么卖点 在市场中我们要清楚 卖点是谁引导的 买点是谁引导的 因为我们在市场中 任何一只个股的拉伸 或者拉伸中的洗盘 那么 这种拉伸是阻力控制的 对吧 好了 那么卖出 卖点 是不是阻力控制的呢 肯定是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能可以控制股价的上涨和下跌 股价的上涨必然要用什么 用高价去买筹码 那么为什么下跌也是阻力导致的呢 请问一句话 如果说你持一只个股的时候 你会去向下砸盘出货吗 你会说老师我会呀 你那十几二十万 两三百万 或者说甚至你上千万 如果你不是阻力 你没有几个亿控盘 你没有大量的筹码的时候 你是砸不下去的 那这样一来 你就会想 那么下跌不是我来控制的 是谁控制的 是阻力控制的 那么这种卖点 我们就要理解一下 到底哪一种卖点是我们要做的 是上涨途中洗盘的卖点 还是波段高位出现的卖点 那么这种卖点性质都不一样 如果说 从第一个展天板 11块5的位置 我们看到 两个展天板起来 好 即使你拿了票 那么 如果说你这里再继续持股 不走的话 回调十几个点 你可能会在这里割肉 割完以后 别人再起来 那么你就会 形成一种什么 追涨 你会觉得你卖错了 或者换一句话说 如果说别人在一个相对高位的时候 你在这种地方买进去 买点错了 做好我们所说的什么 攻防线 那么只要一破线 就得先走 不管在哪个位置也好 它的风险随时随地都有 任何一个大阳线 后面 多 多数情况下 都会有阴线 都会有阴线 或者调整 那么到高位 更不用说 回落的时候 那么 一旦大幅获利 市场的泡盘会很重 任何一个卖点 一定要清楚一点 你是洗盘的卖点 那么像这种 就是洗盘的卖点 那么像这种的话呢 也属于一种洗盘的卖点 到高位了 那么就属于出货的卖点了 那么有同学会问 老师怎么样识别 洗盘的卖点和出货的卖点 很简单 用成交量来看 洗盘的卖点一定是缩量的 洗盘的卖点一定是缩量 洗盘的卖点一定是缩量的 包括这里也一定是缩量的 那么出货的卖点呢 一定是缩量 那么大的一个阴线 在高位放了一个 阶段以来的一个天量 这就是本质的区别 而且除了这个阴量以外 我们可以往前看 前面这里有一个阴线 这个阴量大不大 我们在阴量 我们在阴量顶画一条线看一下 这个阴量顶当时来说 已经是接近大一年来说的最高量 这一天就已经有阻力出货了 加上今天又是出货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卖点就要理解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洗盘的卖点 洗盘的卖点 洗盘卖点就是属于缩量 出货的卖点一定是放量 一定是放量 好 那么我们再用案例来分析一下 卖出的原因 一个是止损 一个是止盈 因为我们每个人呢 卖出手中的票 其实就两个原因 要不你就是买错了 赔了 止损 我十块钱买的 我最多跌三个点 我就承受不了 那么跌到九块七毛的时候 你就得卖出 那么这是你的一个止损价格 用价格来止损 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呢 还有一些止损 我们可以通过案例来说 还有一些止损 就是我们刚刚所出的 买点在这一个位置 那么你可能说 老师这里有一个大阳线 如果说大阳线十顶不破 我可以守 OK没问题 那么的确精准回踩的时候 这些没破 那么你可以不走 但是如果说他再次破这个线的时候 那么你得按原则执行 做好你的止损 做好你的止损 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 止盈 止盈 举个例子 我们以一个凹的经过来说 老师 这是一个凹 对吧 好了 那么这个凹我在 这一个区间买的 买了以后的话呢 老师 我觉得这个凹间风会有压力 对吧 这是一个第一个压力位 然后呢 这是右风 第二个压力位 第二个压力位 那么我在这里买了以后 那么 持股待涨 然后呢 这一次回调 我觉得他没问题 好 那么在上的时候 注意了 你设定的最大的压力位 这种位置 一旦出现滞长的时候 你不要看后面说上去了 那是后话 那是后话 当旁边不确定的时候 这里就要先主动控制好仓位 这里就要先主动控制好仓位 那么先检仓 如果他出现回落 或者说回踩 凹间风不破 起稳了 你再来 那么你后面再买进去 这里的话呢 就做一个主动的止盈 或者你在这个位置买的一样 这里位置买的 W2的位置买的 买了以后 你明确的知道 在这个左风楼区间 一定会有掏牢盘掏出 所以你要有一个主动在这里止盈的计划 不要去等他大幅回落之后去割肉 千万不要这样子 所以呢 卖出有两种原因 一种是止损控制好风险 如果你说你在这里买了 下来不走 好反弹一下 快到成本了 或者回成本了 还不走 那没问题 但是一旦再次下跌的时候 你在这种位置 一定要利用好我们所学到的知识点 坚决卖出 做好你的一个止损 止损比止盈还更重要 为什么 止损十万块变成了五万块 跌百分之五十 那么止盈呢 你是十万块 赚了百分之二十 变成十二万 你可以从容 大不了 我再给你给回两万块钱 我还能 我本金还在 所以的话 止损比止盈 更重要 我们看这个案例 止损 止损 其实 说到损字 就是什么 损失 往往是出现在 买点错误的时候 只要买点对的 我们换句话说 如果说 像这种位置 买点对的 你后面怎么都赚钱 对不对 是的 但是你说 老师你看 这个板 二 三 四 五 六 六个板 我觉得还有一个板 如果说 你在这里高开去买票 然后呢 追涨去买票 那么这种位置 你的止损空间会非常多大 当天跌停板 你再往下止损的时候 你可能到二十个点 三十个点 你止损就止不了了 所以呢 止损和买点很重要 我们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那么按照正常的买卖点去做 这种买点 如果说首板对二 如果说首板没买到发现了 那么你在第二板买了以后 如果第二板买了以后 第二天跳空低开收音线 那么原则上来说 这一天 要先检查 如果说你一股也不减 第二天一个一档 你下跌的话 你会使得很难看 不要因为说后面长起来了 如果我们把后面盖住 我把后面盖住 你来想一下 你现在的心态还一样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有几种策略 第一 设好你的支撑位 严格执行 如果再破 就要做好一个止损的策略 因为这是一个跳空的暂停板 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止损就是 首先在跳空开盘低开的时候 就要主动先止损 因为暂停板强势突破的时候 一旦它低开的话 说明它要震荡洗盘 所以说止损的话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主动去止损 另一种的话 是被动破线再去止损 两个不一样的 那么再者 你看到这一个暂停板 缩量过前高的 对吧 你当天选到以后 觉得这个板不错 缩量过前高的 并且 并且哪一天 并且第二天 这个暂停板 注意啊 这个暂停板 收盘价是突破了前高 前面的是一个大音量 这一天 那么很多人 在这种情况下 会当天买进去 因为的的确确 这里是一个 比较好的突破点 缩量突破 缩量过前高 那当天买进去以后 另外要注意 首先暂停板的个股 如果它连续暂停 它才是你要的 如果它不能够连续暂停 那么对于你追板来说 就已经是错误的了 做龙头也好 做强势板块也好 暂停不持续 这种票 就要快速离产 那么第二天 我们做好策略以后 我们高量课程中 所讲到的 这个暂停板是放量的 对这里来说是放量的 那么这个高量柱 二一位破了 严格止损 因为它能够把二一位跌破 说明这个砖就不强 一支个股股价 如果阻力强 强砖是什么 强砖是高开冲高 回踩顶不破再上 或者跳空高开回踩 缺口不补再上 方为强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支个股强的话 零号高开 上去回调 可以 但是这个零号缺口 不要补再上去 才OK 才很强的 如果大阳线 暂停板第二天高开之后 快速回落震荡 不上去的 那么你就要知道 这种票一定是有问题 一定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里的话呢 就是两种止损 还有一种 这里买入以后 有些同学会是什么 他说 老师你看 这是一个凹 这是一个诱风突破 即使回来 没事 我等什么 我等回马枪 结果等着等着 等到哪里 跳空下来 他说 老师你看 跳空 这一天 跳空缩背 接近缩背 然后第二天 出一个缩量阳 对吧 缩量阳 如果一旦买入以后 注意了 第二天必须高开高走 否则这个缩量阳 上就是假的 骗子 那么这种一旦破了 仍然要注意检查 所以的话呢 如果你不走 后面的也不怎么展 然后呢 再给你一个 一字跌停板 你就会很被动 所以的话呢 止损 一定要结合量 价 位置 去观察 那么止盈 这个就比较从容了 因为赚了钱 对吧 我们举个例子说 老师 这一个个股 对吧 有两个 关脚的缩量阳 非常好 那么我们提示 又有平量柱 对吧 你看啊 一个是 第一个 这一个啊 这一个是一个 缩量的阳 因为这一天是一个 假阳线嘛 缩量阳胜 第二天的话呢 又来了一个 平量阳胜 升过左翼 前一天 那么 这两个 一个缩量 一个平量 就是属于什么 我们科同讲过的 控盘好 对吧 那么再来了一个 十字形的变盘信号 好了 赚钱了 这里买的 这里买的 赚钱了 好了 拿着 拿着 OK 如果 做短线的同学 展停板拿了以后 展停板拿了以后 注意了 在离当前 展停板 最近的位置 出现大音量 那么 这就是一个 压力位 一定要注意 短线的一个减仓 如果你短线不减仓 在这里 如果再调整 万一它向下的话 你是不确定的 但是 你在这里 赚了十个点 然后 再回落的时候 你主动减仓 你比如说 你在这里 赚了十个点 对吧 百分之十 你主动先减 百分之十 减百分之五十的仓位 减百分之五十的仓位 减一半仓位 那么 你的百分之十的 获利比 会变成百分之二十 即使它回调下来 在第五个点 你的账户的百分比 是显示百分之十五 没有问题 如果说 它再走好了 你再把仓位加回去 这是一个短线的止盈 那么 还有的话呢 我们注意看 这里 是一个重要的 左侧的高点 而且是有量的 有套套盘的 那么 如果说 我们持股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一天 一定一定要注意 主动止盈 那么 可以在这一个区间 划一条线 那么你就观察 这一天 如果盘中 极大冲高 没有任何资金 在这个价位 稳定的时候 那么这里 就是一个 止盈卖点 如果你不卖 当天冲高 和第二天的低点 百分之十 这就是 又是一个止盈 你主动地去减仓 下来之后 精准回踩 你再去补仓 都没问题 这样的话呢 我们能够做到一个 主动的 从容的 保证稳定的收益 这就是我们 一直 各股交易 卖出 止损和止盈的原因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讲 九阴增金 九阴增金 是在量学中 一个完善的 非常好 可以说是比较系统的 一个卖点的 一个体系 分为量柱三阴 架柱三阴 和量线三阴 我们先看第一部分 量柱三阴 量柱三阴 它是从量柱去判断的 那么阴过阳 快逃完 指的是有阴量 盖过阳量 我们要快逃完 就是快点出货 如果说阴量和阴 阳量是齐平的 那么这种 我们说平量柱去买票 对吧 那么阳平阴 如果说前面是一个阴柱 后面是一个阳柱 后面是个阳柱 那么这是我们的买点 但是反过来 如果是一个阳柱 第二天出现的是一个平量的 阴量柱 那么这里我们是不能用平量柱去买的 所以的话 继续等待 继续等待 那么第三个 背量阴 除干净 也就是放量的阴线 放背量的阴线 我们要除干净 我们看第一个阴过阳快逃完 那么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阴量过阳量的架注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这是一个阴量过阳量 从成交量看 阴量明明 很明确地盖过阳量了 那么这又是出现在一波 一字板一字板 连续拉伸之后出现的阴量 盖阳量 那么这个是一个绝佳的卖点 绝佳的卖点 那么有同学会说 叶老师你看你这个案例 这一个阴量后面 暂停板反包了 我这里卖了 我不是亏大了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来看这 你现在还敢说 你这里不应该卖票吗 一字板上去之后 在这里已经有大量的资金 在这里出货卖掉了 当然也有接盘的 第二天缩量 反包上 这一天没问题 重点在哪 在这一天 这一天的量能 不小 这一天开始有分歧了 因为我们后面是暂时跌 你是未知的 我们这样看是看不到的 原则上来说 我们先出来 先出来 当然你得买点 如果说你的买点在这 两个暂停板 这一天 只要不连板 只要不连板破 我们的开盘架 就撤 就走 不要去管后面 不要管后面 即使你说 老师我在这一天不走 第二天 你看我拿点满了 好了 我来问你 这一天低开 上下震荡 至少是在十个点 这一天打到定点满 又冲个到八个点 七八个点 那么这一天你拿得住吗 你肯定拿不住 甚至你肯定爱割肉 换句话说 你在这一天卖 和这一天卖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好了 如果说你在这里没有买 OK 你在哪里买的 你在这里买的 当你一旦发现 这个阴量 超过阳量的时候 这一天 毫不由于先离场 如果你不离场 后面的结局 后面的结局 就是让你再 亏百分之十 这是从阴量 盖阳量来说的 那么还有一个位置 也是阴量 盖阳量 一般阴量 盖阳量 我们要从量性上去分析 首先 这个量 主力卖的 还是散户卖的 我们说过了 专在散先 只有放高量 才有主力参与的 缩量的这种价值 主力不参与 没有人市场 市场都不参与 只有散户自己参与 那么在一波拉伸之后 出现了放量 那么很明确 又是主力卖的 它又是阶段的最高量 所以它一定是 阻力卖出来的 那么既然主力赚了钱 要卖票 那么我们还是拿着干嘛 我们是不是也得出 所以这就是阴量 盖阳量 阴过阳 快逃完 好 我们再看 这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 我们现在从旁边上看到的 一个阴盖阳呢 这里有一个 对吧 那么这里有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看 这个阴盖阳 是处于什么位置 那么这个阴盖阳 是跌破了 这一个一字 梯字板的这一天 这一天跌破了 原则上来说 当天 先离场 因为跌破平台 阻力在 这里 有可能 短线出货 如果你不出去 OK 调整 你也不赚钱 你后面还是往下打了 套了更多 所以的话呢 我们先选择离场 先选择离场 然后再观察机会 有同学会说 老师你看 万一后面 再快速反包呢 都是万一了 而且这么长的时间 的横盘 你觉得能够快速 再反弹上去吗 很难 很难 这是一个阴盖阳量的卖点 好 我们再看 这一天 这一天是一个 很确定性的阴量 那么在前一天的话呢 是一个假阳真阴 严格算了说 这个假阳真阴 先减仓或者空仓 如果你说老师 这个阴阳线 我守着不破 可以没问题 但是第二天 再次出现了 放量的阴线的时候 这一天 毫不犹豫 必须离场 所以大家以后的话呢 不要选择头上 我卖不卖好 卖不卖好 再等一天 你低头看一下 下面的量能 一旦出现阴量 阴阳量 先走 好 第二个 阴病阳 移空仓 那么我们在交易中 我们会经常用 平量柱去买票 对吧 然后有同学会说 老师你看 这里有个平量柱 这里平量柱 还有好几个平量柱 我能不能买 但是你要看一下 它是阴平阳 它是阴平阳 或者阴平阴 都是并列的阴量 那么这种位置是不买的 观察 观察 这里是不买票的 所以的话呢 平量柱也要注意 是不买票 空仓的 或者说 你有持股的人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 这里是一个平量 阴平阳 阴平阳 阴平阳又出现在高位 是不是应该先卖票 一定要先卖票 那么在这里 又出现了一个阴平阳 看到了吗 所以的话呢 都要先主动的去卖票 这是从成交量的 平量来观察 好 我们看这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 我们仍然找 平量 阴量的 那么在阴平阳量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这个位置 这里有平量阴的 那么仍然是没有买点 对吧 这一天是不能买票的 你不能因为这个阴量 这个阴量 这个阴量的平量 你去买票 不能 只有第二天出现了一个 缩量阳 微缩量的阳线 这一天才是买点 这一天才是买点 好 那么我们看看 还有没有阴平阳的 好 后面这里 这里有 这是阴平阴 或者这个位置也可以 这也是一个阴平阳 那么这种阴平阳 仍然是先观察 不买票 当天不买票 除非第二天出现 放量阳胜了 才去买 我们说阳胜进阴胜出 所以在阴量的时候 阴平阳的时候 不要轻易去开场 不要轻易开场 因为阴平阳本身 就说明阻力的控盘不好 洗盘不好 洗个阴线回调吧 量能还那么大 缩量洗盘才好 放量洗盘不好 然后有同学会说 老师 你说缩量洗盘不好 你看这个是不是缩量洗啊 是的 是缩量洗 但是后面 别人的确还创新高了 对不对 但是你会说 老师你看 这个缩量洗 怎么后面跌下来了呢 对 没错 所以呢 我们后面还会有另外的卖点 那么量柱是一种参考 量线 价柱还有另一种参考 好 第三个 被量阴出干净 那么被量阴出干净 这个很好理解了 因为我们知道 任何一个放被量的价柱 量柱 都是主力参与的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买不出被量 对不对 买不出被量 这些都是被量 被量阳 被量阳 这是被量阳 那么被量阴 出干净 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被量阴 如果说 一看被量阴出现的位置 注意啊 如果说下跌了好多倍 出了一个被量阴 你跟我说 老师这个量出来赶紧卖票 这里是主力的建仓 低位的高量 部分阴阳 但是高位的阴量 一定是卖票的 所以的话 这种卖点 就是我们首先 优先要考虑的 你看到这种量能出来之后 毫不愈先简单再说 你不会要因为说 第二天这里万一反包呢 还是那个意思 如果说我把后面的图盖住 你 还敢失去奢望第二天大阳线吗 不敢 对吧 那么策略上很简单 我们可以分仓来走 因为我们可以以暂停板 基柱做观察 这一天你先减仓 先减仓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 至少来说 我们可以短线上控制好的一个风险 那么你会看 老师你看 这一天是缩量二一 对不对 你当天先减 当天先减 你第二天还有更低的价格去买 那么在这一天缩量穿新高的时候 一旦再次出现倍量的时候 你这一天毫不犹豫 要先走 先出来再说 你不要说 老师我再守这个二一 No 死悄悄的 一定会死悄悄的 好 我们再看这个案例 倍量因出干净 那么这次个股的话呢 只有一个倍量因 在哪里呢 在高位 倍量因一般来说 都是出现在阻力高位出货的时候 才会出现 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倍量因 只有高位出货了才会出现倍量因 这个应该大家都懂了 好 我们看第二部分 驾驻三音 驾驻三音 跳空音 拉拐轻 那么我们之前课程中讲的是什么 跳空音快出劲 那么这一期的九音正经的话呢 我们把这里升级了 跳空音 拉拐轻 第二个 盖半阳要离场 阴盖阳 以减仓 所以这是从驾驻三音来了 刚刚我们说是亮度三音 现在说是什么 驾驻三音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 跳空音 拉拐轻 那么 我们很多时候的话呢 持股 暂停板 第二天的话呢 由于个股 获利太多 那么有很多人 在第二天 按和按钮 或者主力 跳空 低开 往下砸盘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分时 分时 这里 跳空 低开 往下 杀以后呢 一般来说会有一次反抽 如果说你学过亮波的同学 那么会利用什么 利用反抽高点 这种高点 这种高点 在高点出货 所谓的拉拐轻 是分时亮波 出现了 拉拐向上 回头的时候 这里 拐头的时候 在这里减长 那么这个减长点 大概是 在几个点 3% 负的3% 那么尾盘的时候呢 是在 9% 你可以少 6%的亏损 换句话说 你可能是 卖在这个相对的高位 只是昨天 展听板 你少 赚了三个点 仅此而已 那么这是我们用 跳空音 拉拐轻的一种方式 那么 跳空音 拉拐轻 一定也是用在 相对 一个压力的位置 或者说 有阻力 出货的位置 用的 不是洗盘的时候 用的 好 我们再看 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的话呢 也是一样 连续涨停 之后 在今天 出现一个 跳空低开 如果你跳空低开 一卖票 那么盘中 打高点的时候 你就会很后悔 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 用的 跳空音 拉拐轻 就是 如果有个股 跳空音 你没走 当它快速冲高 重要的是 在量能买盘 跟不上的时候 有卖盘的时候 那么 这里 就是一个 逢高减仓的机会 所以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用 跳空音 拉拐轻来观察 这个的话呢 要有量波 知识基础的同学 应该会更好 量波的话呢 我们在北达特训 我们会有老师 详细的讲解 第二个 盖半阳 要离场 那么盖半阳 什么意思呢 盖半阳 也就是说 最近的一个阳线 被后面的阴线 给跌漏了 把羊的二分之一位 半阳 过了 就是应过羊的二分之一位 我们要离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应盖羊 有很多种 很多种位置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策略 那么原则上来说 我们要出货 都是在相对高位 那么低位的 我们就不去看了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横盘的 就不用去看了 你说 这个盖帮羊 要离场 买了以后又买 然后呢 又反复的交易 这样是不对的 一定要看位置定性 那么至少来说 它有一波 像一样的拉伸 那么这里是有连续 一二三四五 连续五天的拉伸 那么这是有获利盘的 那么在最后一个阳线 看一下 最后一个阳线的 二分之一位 被跌漏的时候 当天先离场 从架住去看的 当天先离场 因为跌破二分之一位 我们说过 真正强势的个股 在踩顶 对吧 顶不破 再落一点点 我们画了什么 三一位 二一位 下三一位 对不对 你再落一点点 你回踩一下 三一不破上去 也没问题 但是你把阳的二分之一 都给跌漏了 你还强吗 不强就落 不强则落 不落则强 所以的话呢 一旦把二分之一位跌破了 先减仓 先控制仓位 你一分不减 再下来 你想补仓 你都没钱了 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 如果说 你就十万块钱 你全仓在这里买了 然后第二天 全仓被套 再下来的时候 你甚至考虑会割漏了 但是你在这一天 十万块钱 你可能还是赚了一万块钱 那么你主动去减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获利的 减了一半 筹码 那么再下来 你不用割漏了 你可能还是红盘 但当又出现买点的时候 你另外的资金 又可以买回去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很主动的 去做好自己的交易 好 那么那一样 我们看相对高位 出现了一个阳线 那么第二天的话呢 这里啊 这一天是一个假阳 我们从亮柱上的蓝色 黑底的是绿色 那么我们看到很清楚 这一天是一个阴线 但是这个阴线 二分之一位没有过 不用卖 但是隔了一天以后 破了没有 破了 破了 破了就破了 破了就先减仓 如果你不减 后面等着你的 就是更多的回调 同样的 不能因为后面上去了 你说不走 不减仓 还是我把后面盖住 我们的看法又不一样了 那么 你还敢说不减仓吗 不敢说 一定不敢说 所以的话呢 我们交易做我们当下能看到的 我们说过 所见非所想 是减仓点 就减仓 守好你的大阳柱就OK了 不破 剩下的拿着 如果你是获利盘 就更好了 因为这里到了前高压力 后面能不能上 那是后面的事 那么 后面调整好 再去买 或者你换票 都没问题 这就是盖范洋 要离场 盖范要离场 不会因为一次侥幸的机会 而不离场 好 我们来看这个案例 那么这是一只下跌之后 第一次的反弹 那么我们知道 第一次反弹到哪 到前面的压力位 或者谷底线附近 又是什么 又是类似于凹尖峰 我们知道它要回落 那么在这种逻辑下 一旦出现阳柱 当然你会说 老师你看天天涨 我就不用走 对天天涨 谁也不用走 但是一旦有这个阳架柱 二分之一位被跌漏的情况下 不好意思 先减仓 先减仓 回调 我还可以去补仓 这样的话呢 就轻松自如 轻松自如 那么 同样 这个位置 最近的阳线的二分之一位 当天没落 没破 不走 没问题 但是这一天破的时候 必须走 必须走 如果你再结合一下 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量柱三音 是不是放量的背量音 那么绝对走 中格来看 那么九音真经 全部可以重叠起来用 背量音 破二一 底也破了 盖全阳 所以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卖点 第三个 阴盖阳 以减仓 那么阴盖阳 显了一件 就是阴架柱 盖住了阳架柱 那么阴架柱 盖住阳架柱呢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了 阴架柱 盖住阳架柱 这种情况下 你还不减长 肯定要减长的 那么 对于这种 老师 你看只有阴架柱 盖住阳架柱 要不减长啊 不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基础 在这 我们的交易体系 一定是 不是用一个 单一的技术点 去判断的 我们是综合体系的 一个融合 那么这是 记住 这里小十字星的阳线 不用管 没破就守着就好了 同样的 最后一个阳线 这里 那么这一天的话呢 没有阴盖阳 二分之一 没破 可以不走 但是这一天 阳线 二一破了 底也破了 那么我们可以 把连续的 下跌的阴线 做一个合并 什么叫合并 把它划成一个阴线 所以的话呢 这就是一个 确定性的阴盖阳 阴盖阳 好 那么同样的 我们看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的话呢 阴盖阳 比较明确的 第一 在哪 在这 一旦出现阴盖阳 先走 先走 那么这里有一个 阴盖阳 这里也有阴盖阳 那么这个的话呢 应该比较好理解 只要阴线把 最近的阳线 最要是 最近的阳线 给吃掉了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要主动的 去减仓位 好 那么第三部分是 亮线三阴 第一 破金线 要走远 第二 中线穿 别瞒杠 第三 下线破 别做多 破金线 指的是 黄金线 中线穿 其实就是 我们刚刚所说的 破二分之一位 下线破 就是我们设的 大阳石底 或者说 我们盘前设的 三线的底 破了 盘前的 中线 破了 也就是中线 再想下 你不要蛮干 行情走落 多观察 少动 下线破了 明明是往空 做空的 你还就做多 那么肯定是错了 那么这就是 亮线三阴 我们先看 第一个 破金线 要走远 首先 破金线 我们在后面课程中 我们还会讲 黄金柱 黄金线的一些应用 那么至此来说 黄金线 大部分同学 简单的理解 是知道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但凡 一只个股 出现 大阳线 那么多 多少少 都会有 黄金线 我们可以 以它的 后三天的 开盘价 最低开盘价 实底 画线 或者说 你画某一个 阳线实底 这个位置 都没问题 你可以画这 你也可以用 平均价来观察 都可以 没问题 但是 一旦 黄金线 被跌破了 那么 黄金柱 它作为一个 阻力的 重要的 根据地来说 这个根据地 一破 你就知道 阻力的 空盘度不好 那么 这种 就要先出来 先出来 那么 这是底下的 基柱 那么 在网上 有没有呢 还有 上面还有 在哪里 上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个阳线 后三天的底 没破 那么 基柱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基柱 后三天 不破底 它是一个将军柱 那么 这个线 就是黄金线 破了以后干嘛 该走就走了 所以 这就是 很比较简单的 一种运用 那么 这个 高亮柱 做基柱 后三天 实底 破了没有 没破 没破 持骨 没破 持骨 上去了 OK 那么 又出现了 新的 大阳线 做基柱的话 那么 这一个阳线 看一下 这个阳线 后三天 在它的上三一之上 那么 这是一个 环金线 但是第二天 直接跳空音 低开 破了 破 黄金线 要走远 好吧 那么 同样的 我们看 这个架柱 这个大阳线 后三天 在它的 十顶之上 因为它是一个 第三天是阴线的架柱 所以呢 它的黄金柱的 要降级 不能作为黄金柱了 那么 一旦第二天 没有出阳线 缺了反暴的话 这一天 出阴线的话 那么又是属于 黄金线 破了 所以呢 我们要走远 有票 卖票 好 我们再看这个案例 那么 这个案例 我们以最后的 带阳线 做观察 对吧 这个高量柱 后面三天 不破 十底 它是一个黄金线 一旦后面 黄金线破了 那么 又在相对高位 阻力的空盘能力 就弱了 那么 属于金线破 要走远 那么 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 这个倍量柱 后三天 观察 后三天 严格上来说 我们可以 画这后三天的 平均价 平均价都在 它十顶之上 我们画十顶 墙砖 画顶 那么 墙砖 不墙 直落 那么 这里破环金线 就先减仓的 你再差 你画这个地方 还是走落的情况下 还是要先减仓 只有等 出现了 确定性买点 你在这一天 你再把仓位加回去 都没问题 不能因为破线 你不减仓 这是不合理的 或者说 风险很大的 当然 我们要灵活的 去看位置 如果说 你的成本很低 那么 你可以 换一种方式 老师 我不用环金线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没问题 你还可以用另一种策略 我用二分之一位 不可以 也没问题 这就是我们交易过程中 我们要灵活去控制的 灵活控制的 因为真正的阻力 它是踩二一位 还是破环金线 这是未知的 这就是金线破 要走远 好 我们再看 中线穿别蛮干 中线穿别蛮干 只要相对高位 大阳线的二一位 跌破了 就是我们课程中 讲过的高量柱的二一位 只要高量柱二一位 被跌破了 不好意思 先卖票 你什么时候站上 什么时候再说 但凡一个大阳线二一位 跌破了 都不是好事情 都不是好事情 这个就比较简单 但是实在运用过程中的话 非常重要 大家在训练模式多去用 那么这个案例一样 相对高位的 不管你有没有量的暂停板 只要二一位被跌破了 不要去加仓 逢高减 逢高减 那么这一个大阳线 一旦二一位被跌破了 一旦二一位跌破 也要特别特别注意 特别特别注意 那么相对高位的高量柱 也是一样 一旦二一位跌破了 就是我们离场的时候了 第三个 下线破别做多 下线破别做多 那么我们的攻防线呢 最低点取得是大阳线的实底 如果一只个股上涨上涨 大阳线跌跌跌 把这个大阳线的底都给跌漏了 你还不走 那么千万不能犯这种错误 所以说破下线的时候 你不要去做多 明明别的是向下破位的 你还去抄底 千万不能抄底 我们仍然 以这个展停板做观察 这是一个缩量控盘展停 对吧 那么没有人抛 那么它的开盘价是什么 它的开盘价是大阳这一天 收盘价的零号高开 那么高开是谁控制的 主力控制的 主力控制的价格 就是它的成本价呀 它开盘最低点这一天 就在这一天买的 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近期最重要的下限 这是上限 上限破一破没事 但是这个下限一旦破了 说明这个主力没办法控制价格 所以一定要先离场 不要做多 不要做多 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这一个 这一个放量的被量的展停板 它的底一旦被跌漏的时候 不要轻易的去抄底 其实在第二天的时候呢 就已经出现了问题 展停板如果你主力控盘的话 应该是高开高走 注意啊 这一天是低开的 不好 应该高开高走出枪回落才好 那么这种的话呢 也是要注意的 也要注意的 好 我们再看这个案例 下限破别做多 那么 我们用的高量工房 对吧 这一个高量工房 下限破了 下限破了 别做多 同样的 这个大阳线 下限破了 也不做多 这一个被量阳 出现了下限破了 其实我们这两个线的话呢 画的一个是 上面两条线 上线 还有一个底线 底线有一般我们不画 我们很少说 等到大阳线破底才走的 一般来说 二一位就减长了 就减长了 破底就全部走掉了 那么这里的话呢 就是我们以任何一个基柱 或者黄金柱 做的一个下限 做观察 那么这是今天 我们讲卖点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细节 所有的卖点都在这里面 没有其他的卖点了 那么最后的话呢 我们给大家讲两个字 违章 那么违章肯定就是开车了 谁犯了错误 都要接受惩罚 因为我们最开始 刚刚也讲了 我们拿着自己的资金 去市场交易 其实就是去投资 但是投资 我们需要有保障 就和你开车一样 你开车要安全 所以我们不能违章 那么开车违章 你会贴罚单 这是好事 为什么 警告你 你还可以重新再来 如果你违章出现了 交通事故 出现人民安全 后悔都来不及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开车 是不是考驾照 每个人都考 对吧 但是请问一下 来股市的人 你们谁考过驾照 谁考过股市股票交易的牌照 没有吧 没有这一说 因为欢迎你们来 因为你们都不懂 欢迎你们来把钱送给市场 但是我们来这里学习 就是来考驾照的 我们不要再做一些没有方法的交易 天天去违章 不要再出现一些重大的事故 因为我们要做的就是风险控制 第一是控制风险 才去考虑盈利 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股市的交易 我们要避免的违章 就是什么 要做到有目的的计划交易 严格的执行原则 那么这个执行力 我们在上一节课讲过了 执行力的来源是什么 执行力的来源 还是来源于你的学习 因为你通过学习之后 才能考驾照 很多人来这里 一天两天 老师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 怎么样做主生了 如果说你去开车 学考车牌 你连理论课都没过 你说你要上高速 你连红绿灯都不会看 那么你一旦闯红灯 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 你一点基础也没有 你就要去做换手突破的时候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后果就是你的资金 大幅的亏损 所以我们严格的执行原则 严格的执行力 来源于我们的执念 我们的行动 最后才达到我们的力 的合一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的风险是从哪里来 风险是来源于你的开仓买票 对不对 但是真正的风险是来源于 你对市场的 未知一切都不懂怎么去操作 这才是我们的风险 你的利润从哪来 利润一定是你懂得交易 你会开车 没有风险 或者风险很小 你才可能有你的盈利 你开车才能平平安安 所以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 我们不要在股市中做违章的交易 做违法的交易 让自己陷入一种被动的局面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是讲卖点的 大家一定要反复多看 多记 记在脑海里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简单 但是又不简单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